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流化甲 Cadmium Sulphicum 或者叫做Cadmium Sulphic 流化甲 流化甲是一個癌症的解藥來的 尤其是癌症的病人進行了一些癌症治療 譬如花療和電療出現很多副作用 花療電療之後 就引致身體虛弱消瘦 作嘔作悶 肝開始損壞 脫頭髮 沒有了胃口 這些情況 流化甲是一個很好的解藥來的 所以流化甲可以說是一個主要癌症的療劑 尤其是一些腸胃的癌 食道癌 胃癌 肝癌 肝癌 結腸癌 會出現一些惡心和嘔吐 所以記住 通常我們遇到一些人做了化療電療之後 身體整個人是虛弱了 眼睛是凹凹 有個藍眼圈 人腫脹貧血 非常之虛弱的人 少許動力都不喜歡 少許用力都不可以 或者是因為做了化療電療 令皮膚膨爛沒有辦法復原 這種情況 我們可以用流化甲再解藥 流化甲的重要親和力 只適用於腸胃方面的癌症 而另外一隻甲 我們叫甲金屬 Cadmium Metallicum 它的親和力是用於一些骨的癌症 另外一隻癲化甲 Cadmium Iodum 就適用於一些腺體的癌症 所以甲這類癌症 可以說是對癌非常之有幫助 好了 流化甲其中一個主要的關鍵症狀 它們就會嘔吐 而它嘔吐出來的物 就好像咖啡渣那些 其實基本上是乾了 或者有時候是因為胃癌 或者是胃癌 它嘔吐出來 是好像咖啡渣 或者是黑的嘔吐物 另外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角膜的混軸 就是角膜有些地方 是不清晰 或者一點 有些混軸點 導致它看東西不清楚 那這種情況 流化甲是一個可以考慮用的療劑 大家如果認識同的療法 都可能記得有另外一個療劑 就是筋印草 Hydrasis 筋印草 亦都是對這一方面的 我們叫做癌症的 叫做惡病質 Cacchia 基本上是癌症病人的消瘦了的癌症病人 它的狀態 這個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好了 在一個精神狀態呢 流化甲的人 通常是很敏診 很怕獨處 很怕工作 怕天氣的變動 它人很虛弱很累 消瘦貧血 睡覺呢 會抹大隻眼 睡覺醒的時候 可能突然間 無法呼吸窒息的醒 或者睡覺差 睡眠入睡的時候 出現睡眠窒息症 它們亦都怕動動 好像白蛇根Browny 很怕動動 亦都不喜歡啤酒 喝啤酒可能會令它更加差 這個症狀呢 這個症狀呢 就好像什麼呢 是好像Kali Big 另外一個痛療法的療劑 那種痛呢 通常都是會有一種消痛 切痛 射痛 或者經聯痛 和喉嚨是在收緊的 出現是會飆冷寒 吐血 通常是黑的 黑的血 因為那個 因為滾陽關係 或者那個癌 胃癌的關係 那套的東西 好像咖啡渣那樣的 在癌症方面呢 劳化隔會出現一些 滾爛性的 壞死的症狀 尤其是呢 因為化療之後 電療之後呢 出現那個身體的組織呢 是壞死 發炎壞死 那很多時候呢 可以說是癌症的尾期 胃癌的尾期 結腸癌的尾期 好了 還有一個情況可以用 就是那些控酒的人 喝酒過多 出現肝病 口氣重 或者口腔喉嚨燒熱 肝病 收緊 這種醉酒的人 喝酒過多的人 還有一個情況呢 是可以用在一些 鼻息浴 臉痰 臉痰 臉部麻痺感 或者乳房呢 有些單獨 紅點 那個乳頭發炎 或者呢 是隔膠底下 那個液下的 腺體呢 是化濃 這些情況呢 流化隔呢 都可以是很好可以應用的 袁醫生剛才介紹了的 同類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啊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鎖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